大家好,我是Juicy Knight 大家好,我是Juicy Knight 如果大家只看Chill Club 就會被人說政治不正確 最重要是甚麼都看 這個星生不息Juicy Knight也看了 我真的想不到需要白落去發掘 這個曾比特當年《全民造星II》的時候 雖然他唱得很好聽 當時去比賽的時候,那些評判也有按燈搶他 但絕對沒想過他竟然可以搶得起 所以一個人的包裝是很重要 最近大家被這首初戀洗腦洗到爆 朱隊友應該不知道我說甚麼 我還在說56K的Logan 曾比特第一次已經是這樣的 那種up-time-fun-funky-groove 他唱歌不是第一次按下按下的 他舞台上那種自家solo的step 是其他人無法模仿的 《全民造星II》唱得的絕對不只有他一個 包括外形不太好的Hugo 又或者MCB隊友 高的也有,樣貌骨骨的也有 Oscar也簽了,簽了唱片公司 但你沒有這樣的機會 你不可以在TVB真的親生仔 送你去大灣區,融入大灣區 如果不是Gigi 怎會一晚兩千多萬 爆了出來 甚麼叫兩千多萬 Viu Sol 嚇死我,那裡還在中立彩 現在Gigi和嚴明熙 是等於內地覺得他是第二個jam 阿jam賺多少錢? Gigi指日可待 他媽媽是大陸人 他現在不需要再分隔兩地 他十四歲,現在十五歲 書都不用讀了 我覺得未免又推得太高 嚴明熙和第二個jam 可能有潛質,但未免太大壓力 對於一個十四五歲的少女來說 我覺得Gigi有一道好 我看《星夢傳奇》 他覺得失心是比較低的 他沒有說那種 我一定要贏 他沒有這件事情 他是真是 嘟嘟的,純純的,蠢蠢的 你說如果初戀 我覺得他是比Cantel好 他那種純真 不要說嘟 是怎樣說 好姜濤 叔叔形容給你聽 而明熙對於叔叔來說 他那種是懵懂 是笑不根事的少女心 懵懵懂懂 那種 表面好像 你看他的樣子 好像很有攻擊性 其實我覺得他 那些微雨姦 那些化妝之後 但是他在說話上 那種天真 那種愚蠢蠢 我覺得挺好 我喜歡 說回曾比特 這首初戀 他是完全演繹了一種 完全不同 原唱 不同的感覺 嘩 真的 我覺得是一個很驚喜 所以你說髮型 是多麼緊要 如果他給回《全民造星》 而那個頭 我覺得他是死硬 硬帥 也沒用 曾比特 其實 GC 說了這麼久 我也是印象的 好像之前 都曾經 彈出來 因為他的頭髮也挺令我 有記憶感的 他唱 如果大家沒有聽這首初戀 真的回去聽 我都不斷 弄了幾次 那Gigi 嚴明熙 我真的要讚一讚 不知道他是專門 還是不小心 他是選了陳希兒這首《飛飛》 陳希兒是2014年過世了 4月17日 2013年 對不起 為什麼我這麼記得 因為他的死那一天 就是我生命中 某一個很重要的人的生日 那不理他了 那你說 他是把這個過了身的歌手 其實大家都會覺得 Sitta 他是第二個關心眼來的 美女 唱得 他是在上星期 不是上星期 是上陽的期間 他是趙言止步 這樣去車禍過了心 我相信 很多香港人都會覺得 很軟識 是的 他過了身後 他的歌曲不斷滾滾滾 爆紅 其實陳希兒 Sitta 上當年 我知道他發生了事後 他真的很不開心 他的歌曲就太好聽了 即是 他是第二個關心眼 我覺得 是基本的 即是我覺得 如果他沒什麼大問題 一直都還健在的話 我覺得他今時今日 應該都不得了 因為他是 上當年那個時期 是唱出了 香港樂壇的一個 曉光 跟關心眼不同 因為關心眼 是很厲害的 但可能制遇問題 一直都被人壓制 之類 我很喜歡關心眼 我聽到今時今日 每天都還在聽關心眼 我都不明白 為什麼他不可以 像榮祖儀一樣爆紅 可能有其他事情 無影王捧 可能是 但陳希兒那一刻 我覺得是在捧 而是方向是正確的 那一刻沒有了 所以如果Gigi唱回他那首歌 我覺得真的選得很棒 Johnny Yim在Gigi比賽的時候 他都說過他一個弊端 他選的歌 經常都選自己喜歡的 不是大腦 又或者可以爆的 那你說 比賽的時候 經常選自己喜歡的歌 其實是一個短版 真的很容易被人 債比賽 這樣就輸了 當然 但他可以在這個 在介紹 叫做廣東歌 給所有十幾億人聽 他是把陳希兒這個歌手 再一次帶到大家的面前 喂 這首歌 幾百萬view了 現在已經Youtube 還有震撼 陳希兒的歌 不得了 還有 如果你說他選歌 那方面 就是選自己喜歡聽的歌 那當然是不行 他始終 無論他唱功多好 或者他唱得多好聽到 始終他也是十四五歲的 那個小女兒 那你說他聽歌的數量 是不是真的格那麼多呢 有時候很多人 選擇性他的興趣 做的東西 吃的東西 看的東西 聽的東西 都是窗口效應 隧道效應 就是要縮集自己看到的東西 楊千華和李克勤 我就不評論 不過不失 大家喜歡的可以聽回 林子祥和沙里 也不是我的非法 更加不會去評論 有一件事 我想說一下 為什麼會是林曉峰 為什麼會是 白男白女 男子組紅白 好像日本 為什麼你要選林曉峰 可以 你說是 披荊斬滴滴哥哥 風火海 等等 怎麼都不論到林曉峰 林曉峰 如果你不是曾志偉 舉腳 推薦的 我相信他不會在Name list 可以 林曉峰 一直以來 在豬隊友的記憶中 他也是一個很熱愛 和很喜歡唱歌的人 他表演力很強的 還有他近年 可能在國內 做得不錯 所以你要明白 這個節目 為什麼有些人說 看完好像在看湖南衛視 一樣 因為要記住 他的受眾已經不是 想當年的TVB 只是向香港 或者是向香港 海外的市場 其實他主題已經是 國內的市場多 林曉峰 在國內一定是 知名度 每個人都認識他 而他那麼喜歡唱歌 又能唱歌 為什麼不找他 沒有所謂的 還有你想想 TVB是缺藝人 缺明星的方 他有誰可以幫忙 他現在所有電視劇 所有可能你在看熱播的 全部都是新進的 誰能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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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認識你 鄭忠雯已經賣斷了 賣了給別人 那個女家 你想想 一定會找這些人 林曉峰OK 我覺得不錯 李文就不覺不失 李文紅了這麼多年 無用置疑 他那種大將之風 和押台感 不需要和你們的後輩 爭輸贏 他來時不過是 叫做 不是比賽 他已經是表演 Enjoy舞台 所以不是一個水平線上 Coco由我們香港人 認識他那一刻 他已經是一個 天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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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直都是展額色 你是拿香港最受歡迎女歌手 是侮辱他 他就真是 好像林鋒一樣 亞太區最受歡迎 麻煩 對 所以他是很輕鬆的 所以你看到他一出來 很開心 基本上他是來 最舊的 正所謂阿姐一出手 都不用抬起手 你都倒了 那些年輕人 還要放一些十幾歲 在他眼前 基本上 以他的知名度 他不需要唱歌 只坐在那裡 他已經有人看了 再說另外一個 如果大家不看大陸 綜藝節目 就應該不知道他是什麼 Aunce 就是青春有你 出來的 他都不是唱歌 他第一天都是跳舞 他是小辣椒 舞台的狠勁 到力 他跳舞很有力 點是到點 他跳舞絕對是數一數二 首先他又不懂廣東話 他亦不唱廣東歌 那你在這次廣東歌舞台的 《聲聲北式》 這個綜藝show 為什麼你要找這個人呢 我又不太明白 所以我就說 根本上他現在 做這些節目 受眾已經不是 在括弧香港本土 真的是大灣區節目 他是一個窗戶 已經對了大灣區 所以這些 正如我所說 為什麼找林曉峰有問題 林曉峰 每天都認識 你找這些 他甚至唱歌 跳舞 唱唱歌 跳舞 然後飛上山褲鞋子 下台 看完 我都不知道什麼 這些 就這麼簡單 你不要忘記 到今時今日 國內的人 都還在聽著 《TWINS》 《名愛暗亂補雜舌》 不是啊 是倒轉地球 還在倒轉地球 不是啊 你想一下 所以你這些 我會唱出來 我等他唱的時候 去廁所哭尿而已 我就奉勸TVB一句 無論他捧多少 新人帶後人 如何去後浪推前浪 你做一個綜藝節目 你不要每次都搞到頒獎典禮 人家說敢言 你就死了 在那裡勸勸勸勸勸勸勸 在那裡說 沒時間了 不斷叫主持人 去硬咳咳咳 你唱歌 你唱一首歌 你可能壞些 那個參賽者沒那麼紅 你又咳咳咳 其實這樣很噁心 到行到廢 這真是現實擺在面前 淺忍當頭 那些廣告不是啊 我一定是拿一些最多人知道 或者最多人認識的 來做主打 好像你剛剛說 這個女生 我也不知道有什麼 你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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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很有城裡的月光 大家有沒有聽過許美正這首歌 很像這個Mood 那個神韻 那個音色 真的很像許美正 隨時是 第二天的天候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記不記得 一個國內的歌手 叫《堯堤縞咳七 뽑要》 差不多 must be 幾年前 他超級搶得 只吃機會 throw our 就是差一點機會 當然他去過身前都紅了 但是不會是今日 成了 Turn top 中國好聲音 冠軍 嘭嘭聲 是每年都會有 激 sin 爆出來 有這麼多z 說回一輪 Pix 一定要說 Shang Yichun 他的 따� 善良又純情 大家如果有看中國好聲音2020 他拿冠軍是完全不會有懸念 他那幾首RMB All Night 還有唱那個和台灣歌周興捷 周興捷不用我講都知道是誰 完全沒有輸給周興捷 一起合唱同一首歌 他那些歌一出 絕對可以在電腦播放歌單不斷loop 他是從小到大他媽媽已經很搶得了 有時二十字隊有一個這麼不問世事的人 有時坐在蛛絲旁邊聽他韜兜不絕說一些 好像外星太空生物那些東西 我都真的完全無法搭嘴 你這個腦真是裝屍的 有很多人還在爭論 究竟是Gigi 星夢傳奇冠軍好 還是這個中國好聲音 三人依蠢好 根本是沒有什麼可比成 他們倆就算唱同一首歌 他們是試過唱同一首歌 那我就覺得Gigi 是唱得有感情一點 但是如果你說技巧來講 Shan Yechun是絕對沒得輸 你說Gigi是比你一個星夢傳奇 她已經進步了很多 但是是不是完美呢 沒有人會完美 還有十四五歲而已 正所謂張學友到今時今日 每日都可能還在公群面前 收拾自己的音粒 在練習技巧 所以技巧永遠 一日一日更健載 都還要剁磨的 之前三人依蠢還參加過一個 除了中國好聲音贏了之後 就參加一個女團 就真的全部都是妹妹的比賽 她就唱了一首不值得 嘩 不值得呢 如果有聽大陸國語歌 夢飛船知道是誰嗎 如果不知道 就自己去Youtube找回 三人依蠢唱這首不值得 她完全就是吊打 那我又覺得 有時候那些人就不停在咬 三人依蠢是唱R&B R&B 歌 其實她跳舞就一般 那絕對沒有阿曾比德 在那裡吐吐吐吐的HIP HOP 那你一個唱歌的歌手 即是你叫陳奕迅去和Anson Lo 去比拼這個舞技 喂 不合理了 別人都不是很好 那樣東西 哇 這樣就完全沒得比喲 一個又賣口才 另一個又賣手藝 你又沒得 在一條線上競技的 San Echun 她唱歌是完全吊打其他參賽者 其他參賽者就有少少 這個全民造星I-V-Soul 跳舞是厲害 是漂亮 但經常都避 我唱歌不厲害 我就避用Rap 去不唱 那你作為一個歌手 就算你女團出道也好 你被唱歌 全部要靠Toon的話 就有少少那過 哦 那這個 如果你要靠這行吃飯 其實到最後一定有牆在你面前 你衝不衝得破 就是另一種你自己的考驗 你一下避開的 這個世界怎會這麼就著你來玩 最後呢 我是很喜歡San Echun 這條女 大家如果有看這個韓國女團 記不記得有個群組叫做Oh My Girl 有一個最美的那個 叫做Yuna San Echun的樣子是有少少像她 真的很棒 哇 還有這個妹妹18歲而已 啊 OK 你們說Gigi再小一點 15歲 那都是那兩三年而已 都叫做小過你姜濤姜B 姜B都成年了 所以這個妹妹是絕對指日可待 最後 說回 還要在爭論 哎呀 我們TVP是藍台 ViuTV出來的 叫做黃 那究竟是曾比特 還是這個MIRROR 還是看隔壁台 曾比特這樣過檔 吃兩家茶禮 就合不合數呢 我們的目光放遠一點 我們看回Quindom II 韓國這個孝林 孝林參加Quindom II 就絕對什麼叫吊打 大家看回她 不要看她唱她自己的首歌 唱別人的說話 我會鋪這條link在下面 Gigi很少這樣做 這個舞台我不需要你們去找 我就鋪這條link 一定要看 你們就會知道什麼叫做 聲色藝巨佳 當初她在2010年參加選秀節目練習生 練習了這麼多年 她在Sister出道 有很多人就會說 喂 孝林不夠漂亮 皮膚淫白 黑鬼 好像媽媽媽的華沙 不是叫做 眼睛的女團的顏色擔當 但是別人一唱一跳 根本上你跟那些年輕人沒得比 還有一件事 那些男生和女生 要知道什麼叫20歲的女團 妹妹和30歲的女人的韻味 她一走出來 那個感覺就是 姐姐是女王 嘩 你這樣比較沒得比較 30歲的女人 真的那種魅力 那種韻味 那種微態 是小女兒沒有的 我覺得孝林 她這個 So What 這個表演 香港 容祖兒做不做到 可以做到 但是韓國很注重那種眉眼 她眼神和鏡頭的互動 我覺得容祖兒也不及她 容祖兒又不是這件事 容祖兒也是唱 那些什麼 See Me Fly 絕對的Perfect Pitch 還有跳舞 跑步機上 她可以演唱會 二十幾首Maglee 完全不喘氣 但是大家看看孝林這個舞台 我覺得李文行不行 李文當年行 但是現在好像林子祥一樣 你年紀老了 你都不會有體力 去做唱跳 真的大氣也不喘氣 而且高音 絕對到點 嘩 我不懂形容 大家一定要看 那聽完之後 Gee Doe也很想看一看 你又不介紹我看 你介紹給聽眾看 也不說我看了 你顧著看Alton 看看那個 柚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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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柚 那個兩個圖 我這支是鏡粉 好啦,講到這裡,繼續留意這個聲聲不識 最後講到一件事,如果還要爭論,為什麼Gigi不是第一 Gigi,你這次參加是拿經驗的 大家記不記得,我還有一件事想說 賽制,你們這麼喜歡說Chill Club賽制不公平 只說一人一三票去投票 我講回楊宗偉知道誰,臨戀佳知道誰,之前的兒子 還在講蕭敬騰喜歡做踢館的時候 十幾年前都已經在講 當初他們台灣的宗偉節目有一個踢館者叫Alisha 她唱了一首英文歌,Alisha也是英文歌 她來踢館的時候叫做血的子 她可以比賽讓PK走了梁文欽 然後製作公司立即改賽制 要把踢館改到有再踢館的環節 即是說你勾走了我自己當紅的參賽者 我要突然改賽制,令到梁文欽可以敗部復活回來 你要比賽讓我是降圍打擊,我是贏硬你的 就像我剛剛說的Quindom,她都是兩票,一人兩票 那孝林就是做到什麼? 無論你知不支持我是不是我的粉絲 我說我的二代女團,我已經過了氣了 我2011年出道 你現在那些妹妹、美女團 全部一百年出道,一六年出道 已經是最資深了 你知不知情我都好? 你一人兩票,你那一票就是給我 她做到了這件事,真的很刺激 很刺激 這麼誇張,你說得好像大魔王降世一樣 所以如果你們看完《星生不息》有時間的話 一定要看Quindom 孝林 雖然我沒得支持,但我也好 就是這樣,拜拜